为了保护好敦煌艺术 原本喝牛奶 吃面包 住高楼的知识分子 舍去了一切优越的物质条件 心甘情愿地来到敦煌 当樊锦师再次来到敦煌的时候 为了熟悉方便 他干脆剪了短头发 从那时起 他便再也没有留过长发 过起了如同苦行僧一般的生活 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敦煌 樊锦师一头扎进了墨高窟 先后牵头完成了墨高窟北朝 隋以及唐代早期的分期断代研究 开创了敦煌石窟考古的新天地 工作之余 他经常同远在武汉的恋人彭金章 红艳传书 讲述自己在生活中的点滴小事 樊锦师曾向对方许诺 自己在敦煌待三年 把壁画踩速看个遍 就奔向武汉和他成家 然而等到三年的期限到了以后 彭金章却没有等来樊锦师 当他赶往东黄看到自己心爱的姑娘时 彭金章傻眼了 樊锦师整个人都变瘦了 变黑了 也变土了 唯一没变的只有他那爽朗的性格 彭金章可以想象出樊锦师吃过的苦 他心里满是心疼 但是出乎他的意料 樊锦师并没有要离开敦煌的打算 彭金章虽然有些无奈 不过却仍旧一如既往地支持樊锦师 给予他更多的耐心和包容 1967年的元月 樊锦师终于有了一个难得的假期 他同彭金章在武汉大学的宿舍里 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没过几天 樊锦师又匆匆地赶回了敦煌 此后便是这对新婚夫妻 长达19年的分离 期间 每隔一两年 樊锦师才能获准20天左右的探亲假 到武汉与丈夫短暂团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